Hello,大家好,我是老汤 在过去两周有很多银行暴雷了 我们在前几天也发了一期关于这次银行暴雷事件大起底的视频 在里面我们还会聊到这些事件对未来的影响和展望等等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看看那一期视频哦 今天视频的重型我们就放在今日的主角Adobe上 毕竟他们QE23财年的财报里包括近了今年1到2月底的情况 因此他们的财报或许能够让我们提前的看到一些QE财报级的展望 当然了,今天最主要的还是聊聊AI绘画等技术 会不会打击到Adobe的护城河 以及AI对创作行业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同时我们也会看看Adobe的最新收购消息和基本面的情况 和分析一下Adobe的这个目前看似还不太贵的价格 到底适不适合入手 今天我们也会顺便的聊一下微软的股票和他们这周最新的发布 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在Adobe出财报后的第二天股价涨了6% 这是因为,不管是他们的QE财务数据还是指引 基本上都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 首先,他们在QE23财量的营收有46.6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9.4%,环比增长了2.8% 超过了预期的46.3亿美元 另一边,QE的EPS有3.8,同比增长了12.7%,环比增长了5.5% 超过了分析师预计的3.7% 其实,这次财报最给力的不只有QE的业绩 而是还有QE2的指引 公司在这次财报里预计 QE23财量的EPS会有3.7毛5到3.8之间 超过了华尔街预估的3.7毛6 同时,QE的营收预计会在47.5亿到47.8亿美元之间 一样的超过了华尔街预估的47.6亿 也由于今年开头还算顺利 所以Adobe还进一步的提高了 23财量全年的AR和EPS指引 也就是他们把去年12月预计的15.1毛5到15.4毛5的23财量的EPS 提升到了现在的15.3毛钱到15.6毛钱 超过了分析师预计的15.3毛1 全年的数字媒体的AR指引也一样被提高了 公司从去年12月时预计的16.5亿 提升到了现在的17亿美元 意味着他们对23财量的营收的展望 也要比之前的更高了 所以Adobe在今年年初的情况 并没有之前市场想得那么悲观 并且Adobe上调了Q2指引 就意味着创造行业在今年截至3月中旬的情况还可以 至少管理层对行业和经济的展望并没有下调 他们在电话会议里说 对宏观经济的看法和之前一样 没有改变 他们也说了 最新的指引已经把最新的宏观行业预期给算进来了 因此至少在今年1到3月份时 宏观和软件创造行业的环境还没有恶化 这对于其他同样在创造领域的公司的Q1财报来说 绝对是一个好信号 至于最新的消息方面 Adobe对Fegma的收购还在进行中 但目前的收购并不是很顺利 其实在去年 美国司法部就已经开始对Fegma的收购展开了反垄端调查 在这次财报里 Adobe的CEO也说 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了司法部第二次请求的发现阶段 无论最终结果是批准还是拒绝 我们也已经在为下一步做好了准备 可见从这话中我们能够看出 这次收购的难度是不小的 毕竟这次的收购没有面临来自竞争对手的竞购 加上收购Fegma基本上排除掉了该领域的一大竞争对手 所以监管机构对Fegma的收购案的审核会非常严格 前段时间也有消息称 美国政府准备通过诉讼阻止Adobe去年公布的Fegma收购 也因为如此 目前很多投行的分析师都觉得不太会收购成功 虽然我觉得这次收购是贵了点 但确实有利于Adobe未来的增长潜力和竞争力的 特别是在收购后就直接少了个竞争对手了 因此如果最后像英伟达收购ARM那样失败了 那对于Adobe来说将会是一个遗憾 不过比起刚刚提到的收购 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可能还是关于Adobe的未来 因为最近有一个东西很火 没错那就是AI 在近年来 人工智能是越来越贴近我们的生活了 比如这周四微软发布了以GPT4平台支持的新AI功能 名叫Copilot 说白了 微软就是把ChatGPT的技术 迁入进了他们的办公软件全家桶里 这不仅可以提高文职人员的生产力 同时还会改变我们整个工作方式和对软件工具的使用 比如以后如果你想写一篇文章 你只需要对Ware你的机器人提出你的要求 AI就能够帮助你自动生成文本出稿 或者直接帮你写出来 它也可以帮你优化你的文稿 添加专业名词 修改错别字和语法等等 其他Office软件像是PowerPoint Excel Outlook等等的APP 也都一样可以用类似于ChatGPT的功能 来协助自己完成工作 不夸张的说 以后只需要一键 AI就能够帮你做出一个PPT 虽然我们刚刚讲到的都是在文职领域里的革命 但在其他的领域 像是创造领域也同样有着一样的革新 没错 其中一个就是它熟制的AI绘画 在去年8月31号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博览会的一项美术竞赛中 一副名为太空歌剧院的AI作品获得了一等奖 这消息立马登上了热搜 引发了业内外的许多争议 可以说 绘画行业遭受到了前所我有的冲击 而之后又过了一个半月 图库网站Shutterstock宣布与OpenAI建立合作关系 成为了第二家正式将AI生成的图片 纳入说费范围的公司 加上最近在互联网上 特别是抖音上 有很多关于AI绘画的各种出色的demo和作品 基本上你只需要输入几个文字 AI绘画的APP就能够帮助你生成出图片 我们也就很容易的联想到 以后AI绘画是否会替代人类创作者 会不会损害到Adobe的业务 因为很多人担心 如果以后人人都用AI来作画 设计和创作等等的话 那么市场对专业画家的需求可能会减弱 导致用Adobe这种设计类的APP的需求 也可能会跟着下降 关于这个担忧呢 首先作为一家牵液市值和在创造APP 塞到你的领头羊Adobe 是不可能嗅不到这个趋势的 在去年10月份举行的Adobe Max创意大会上 Adobe就曾展示了将AI工具应用到Photoshop Light to Room等其他产品当中 来帮助用户创造出更好的作品 基本上Adobe已经在将AI嵌入进他们的APP里了 并且他们自己也很早就在研发AI绘画系统了 因此至少在现阶段 Adobe并未落后于市场 而至于下一个阶段的发展 Adobe在去年12月时表示 他们将会在自家的付费图库中 加入由AI绘制的图片 也就是他们将像Shutterstock图库网站那样 接受卖AI生成的图片 而Adobe的AI绘画服务 比起其他同行的最大优势在于 任何在Adobe里买的AI作品 如果出现的版权纠纷等问题 公司都会站出来 完全承担买方的损失 之所以版权问题很重要呢 是因为所谓的AI绘画 其实就是用户利用神经网络软件 在海量收集人类已有图像的基础上 通过算法对它们进行分类和识别 然后生成新的图像 所以AI绘画也可以理解为 拼借和模仿而并非创作 因此就有很多人指控 AI绘画其实就是在抄袭已有的作品 自然的就有版权纠纷的问题了 尤其是在西方 它们的版权意识是很重的 目前除了新加坡 英国和爱尔兰等国家 认可计算机程序为作者以外 其他国家保护的都是自然人的权益 比如在去年11月时 AI编程辅助工具 Github Copilot就被集体诉讼告上了法院 显然AI版权之战已经开始了 意味着AI最终在商用上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不仅要看齐技术的发展 同时很大一部分还取决于当地法规的限制力度 因此Adobe如果能给客户提供版权保护的话 那么它们的服务还是有很大的竞争力的 毕竟Adobe不是小公司 客户对它们的信任度肯定是要高于其他第三方平台 而至于Adobe将如何做到给买家提供版权保护的这一点呢 它们目前有两个解决方案 第一个就是使用官方图库内的素材来对它们的AI进行训练 而另一个方案则是跟刚刚提到的Shorterstock图库网站的一样 也就是当用户使用了特定画室的作品来生成图片时 Adobe会给予画室一定的费用作为补偿 不过除了版权问题以外 AI创作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它目前并不能实现真正的创作 它更多是在学习、模仿和拼接 现阶段的人工智能是没有办法理解人类的情感和价值观 也就无法创作出像是讽刺漫画的这种作品 然而对于普通商用来说 需求多大众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分辨出 哪些是AI作品 哪些是真人化的作品 就现在而言 很多AI做出来的海报和商业作品 都已经不比人类做得差了 甚至很多都做得更好 而对于商用来说 能做到这样的程度呢 其实就已经够用了 所以AI虽然不会完全的取代画师 因为它更多是一种协助创作者更快和更好地完成工作的工具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以后想要完成一件作品不再需要像以前那么多的人力了 也因为如此 许多的商业创作岗位在未来将会被AI取代 但与此同时 AI绘画也同样会催生出新的职业 以及对嵌入了AI的软件的需求 好的是 Adobe的产品已经在往AI协助创作的方向在发展了 它们的软件每时每刻都在update 现在也越来越AI化了 因此AI绘画等技术会不会损害到Adobe的护城河 就要看公司的产品在以后能否及时跟得上时代的步伐 以及公司的商业模式能否顺利地适应未来的AI时代 因为以后要完成创作 不再需要像现在那么多的人力了 商业创作者数量和需求都会大幅下降 所以公司的赚钱方式也要与时俱进 总的来说 现在我们还不能完全地去给Adobe判死刑 因为他们现在还有时间来做出适应和应对 特别是Adobe有庞大的素材库能够给AI提供训练 甚至在未来还有可能推出自己完全独立 并且简单一懂的AI绘画创作工具 让普通人也能够进行创作和商用 这也是公司自己研发AI绘画系统的目的 加上Adobe也有那个财力、律师团队和能力 去解决以及担保用户的版权纠纷问题 毕竟AI创作拼的不只有技术 而是还有解决版权问题的能力 总之 只要Adobe之后的决策选对了 那么AI反而可能会成为公司很强劲的推动力 而不一定是竞争对手 只不过AI绘画这个赛道挺拥挤的 除了小厂以外 很多大厂例如微软、谷歌和英伟达等等都在研发AI绘画 因此Adobe在未来的挑战肯定是不小的 因为AI这种东西甚容易对一个行业造成破坏 甚至可以帮助一下新企业实现万道超车 不过Adobe目前的产品线和生态在创造领域的护城河还是很深的 在短时间内它们依然会是行业的领头羊 好,请问AI绘画 接下来我们就回到业绩上 目前Adobe的两个主要业务 也就是数字媒体业务和数字体验业务的表现都非常的稳定 在过去三个月的表现也都超过了指引和预期 最重要的是 公司有信心这两个主要业务能够继续保持住目前的增速 这也是为什么华尔街现在预计 Adobe在未来三年的营收和EPS增速 都可以做到几乎每年保持一致 也就是华尔街预估 未来三年每一年的营收增速都有10%到12% EPS增速会有13%到14% 代表着在未来经济不严重衰退或者爆雷的情况下 Adobe的业绩增速放缓在短期内已经见底了 接下来公司将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阶段 所以只要未来的经济预期不被大幅下调 那么Adobe应该不会再继续的被当方面的啥估值了 这也是因为如果我们看Adobe的Peg Ratio会发现 目前的加息周期里已经跌到了1.89了 之所以这图里显示的是2.05 是因为这图表还没有更新 展示的是2月初的数据 不过从这图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虽然他们前段时间的Peg Ratio跌到过1.5 但他们在过去七年的Peg Ratio区间都在2到3时间波动 所以目前Adobe在熊市里确实被杀了一波估值 目前能再被杀估值的空间已经不是很大了 而且现在软件行业的平均Peg Ratio在2.05 也就是Adobe目前的Peg适应增长率 比行业的均值还要低一点 但如果我们保守一点 预防外来宏观的不确定性和加息周期的持续 我们就用1.6到1.9的Peg Ratio来计算他们的合理股价好了 也就是如果这Peg Ratio配上未来三年华尔街预估的 13.35%的平均EPS升速的话 那么目前的合理PE会在21.36倍到25.37倍之间 而这如果再配上公司给的最新2023财年中位数15.45的EPS值领的话 那么到了今年的11月底时 Adobe的合理股价将在330块到392块钱之间 很明显目前他们358块钱的股价其实已经在这个区间了 根据其他的估值模型 Adobe现在的估值也不是很高 然而这也是因为他们目前还没有太多可以炒作的故事和话题 他们在短期内的催化剂也不是特别多 故事线目前还比较平淡 除非以后他们的创作软件能够进一步的跟AI扯商关系 那么可能才有可以被拿来炒作的话题 毕竟一家科技公司的股价动能力 有很大的一部分取决于它的故事 所以在Adobe的产品和故事线有很大突破之前 他们现在更多像是稳定慢慢成长的那一类公司 因为他们未来的平均EPS升速预计只有13%左右了 这对于软件行业来说已经算是成熟型企业了 意味着Adobe未来股价增长潜力 不会再有以前的那么大了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隔壁的微软确实看起来可能会更有意思一些 毕竟他们包括近2023年后的未来4年的EPS升速预计和Adobe是一个级别的 而且微软的财务实力比Adobe的更强 护城河更深 投资的安全性更高 收入来源和产品的portfolio更丰富 以及微软未来的催化机也更多 因此在双方的长期业绩增速预计都很相似情况下 微软目前的长期投资价值可能比Adobe的要高一些 不过有一说一 现在微软的估值比Adobe的要高很多 微软目前的配合 ratio已经达到了2.6 远超于软件行业2.05的均值 而且几乎所有的估值模型都显示现得微软的股价有点偏高 主要还是因为最近AI炒作的有点猛 所以现在最高微软或者其他AI相关的股票肯定是不划算的 因为这波AI炒作迟早是会退潮的 这波被炒起来的股票的估值在潮水退去后是有可能会补跌的 目前微软估值稍微好一点的支撑位在245块钱和233块钱 而如果我们不看别的 就单从估值角度出发的话 那么Dobi目前的股价还是比很多其他同行更匹配自己的增速预期 因此如果你对Adobe感兴趣 同时又想求稳的话 那么在323块钱的支撑位或者以下 加仓而Dobi的安全边际会更高一些 但目前344是技术上的第一个支撑位 对了,木木券商的福利又加码了 现在开户入金可领取高达18股的免费股票 其中入金100美元就能抽送7股 其中能够百分百拿到两股AI热门股 包括股票AI和BBAI 入金1000美元抽送17股 如果入金3888美元 另外币得一股免费的苹果股票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击视频底下描述栏 或者评论区你的链接领取免费股票哦 视频的最后我们会看一下 我的大号这周都做了些什么操作 M1订投账户和微牛成长股账户这周表现如何 自从2021年7月开始订投的M1订投账户的股票价值回到了43,321 这周一和周二我总共订投了1000块钱 下周在每年首会以前如果大盘继续震荡回落 那么我会在订投500块到1000块钱来完成3月份的订投 我为牛成长股账户这周没有任何的操作 大号也一样了,没有任何的操作 如果想学习更多关于股票知识,我们现在有会员福利 每个月只需要2块9毛9就能解锁5个会员大福利 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福利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击订阅按钮旁边的加入按钮 或者点击视频底下描述栏里面的会员加入链接就可以加入进来了 最后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陪伴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在群里见 好的,视频就到这了 以上内容都是我的个人观点 不是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 大家带我独立思考 如果喜欢这一期视频的话,请订阅一下,点个赞和分享哦 如果不小心手滑了,点到这个小铃铛就更棒了 这样下次游戏视频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感谢大家观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